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去淘一只手桌 还是以性价比为主吧 除了之外呢 就没啥太多要求了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平常是怎么挑手桌的 我觉得普通人比较注重演员吧 就怎么来光花的看一遍 碰到喜欢呢 就问一下价 能拿下的呢 就拿下 拿不下呢 就在这看别的了 但是我的话呢 就比较喜欢对比 先把一些细节看清楚 然后呢 再进行询问了 就拿这只桌子来说吧 它的第一印象呢 我感觉还可以 所以说仔细的来看一下吧 灯光下的视角呢 还可以 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瑕疵 再来看一下自然光吧 微微的可以发现在这个圈出来的位置啊 好像是有一点毛病的 但是你又看不出来是棉还是裂纹等等了 所以说为了进一步确定 还是打灯来看一下吧 这样看的话呢 就比较明显了 是一道裂纹了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说看到这儿我觉得没必要再看下去了 因为裂纹呢 它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瑕疵了 所以说还是怕死掉 再去看别的吧 这只木层还可以 灯光下完美 自然光下完美 打灯也没有看到明显瑕疵 不过圈口不是很大 是五四的小圈口 这个阶段开完以后啊 就可以进行第二阶段 也就是悬底架 这只最低有多少 最低 最低就要跟你一万九 这个就要有点高啊 你也觉得有点高啊 好吧 然后呢 就是第三阶段的对比了 作为一只种水镯啊 红色有型的料呢 还是很多的 那么类似的镯子都是可以提供参考的 我记得刚刚路过的摊位啊 就有一只种水镯好像和这个也差不太多 所以说再仔细的去看一下那个吧 看得出来相似度还是挺高的 打灯都没有明显的瑕疵 所以说也是完美的了 这个桌子也可以先问一下 老板娘 这个最低的有多少 最低吗 对 最低给你一万 最低最低了 最低一万是吗 最低了 不能少了 好吧 这个呢 好像就要低了很多了 似乎更加滑涩 不过呢 也别召集下结论了 还是得对比 主要水的话呢 两者是在同一级别 自然光下看的话呢 这个好像还要更加水润一点 也就是说水头啊 会更好一点 再来看贵格方面吧 这个桌子它是5657的圈口 相比较54圈口更大一点 所以说加工时用料也要更多一点 而且呢 5657它是属于常规的圈口 所以说综合来看 显然这个还是要更具性价比了 那会不会还有更具性价比的货呢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再去找找看吧 其实我记得最开始的那个商家 他们家有一只淡底色的桌子 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是当时忘记问了 所以说 现在反过去问我 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吧 这条要多少 5000 最低的吗 这个是寒椒 我寒椒还6000 这个和桌子一盘子的 这个是什么圈口 6家吧 这样 突然发现这只桌子的性价比啊 好像要更高一点了 不管是自然光 室内光 还是打灯的一个效果啊 都是挺不错的 虽然说它的这个种水 的确是没有前面的两个好了 但是呢 它这个特色也比较不错 毕竟带了一点弹琴的底色嘛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一个综合性价比来说 是要更高一点的 不过这个也只是暂时性的了 因为在接着对比下去的话呢 难免还是会出现更有性价比的了 所以都说货比三家 的确是不能有过多的比较了 因为比较太多往往使得其反了 所以陶手镯总结来说 第一呢就是看完美度 至少这个对手镯而言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就是同类型对比的 掌握好这两点 看量呢就比较轻松了 观古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观古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港澳台等地区 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古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找观古 微信78872456 观古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贾一赔十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受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78872456